- 距离NBA常规赛还有9天,各支球队都在筹备先赛季,为了给队友们热身和磨合,NBA举办了季前赛为各支球队在常规赛开战,之前找找感觉和状态。 - 在今天凌晨举行的一场火箭和马刺季前赛中,火箭直到最后时刻,才撤彼得随便升局,这场比赛火箭也只能算是险胜。 - 火箭这边哈登得到18分加9助攻,保罗得到11分加9助攻,刚刚复出的导克状态出色砍下19分,替补出场的阿东尼得到12分,马刺这边德罗萨得到22分,盖伊得到13分, - 阿德得到10分,火箭虽然战胜了马刺,但是却依旧迎来一起三杯。 - 首先,这场比赛安东尼接受了自己的替补角色,他替补出场的29分钟离,得到了12分加6个篮板的数据,虽然在整个前三节里安东尼仅仅只得到了2分。 - 但是在末节的关键时刻,安东尼毫不手软,他的整个第四节表现非常出色。 - 他连续在关键时刻卡下10分,帮助火箭保持领先优势,和队友的配合也是相得一张。 - 这对于火箭来说无疑是喜事,安东尼开始接受了替补角色,也适应了火箭的战术打法,新赛季他将成为火箭的杀手锏。 - 另外火箭这场比赛的问题也不少,尤其是德帅的用人问题,但很多球迷都纷纷质疑德帅的轮换和战术打法。 - 在这场比赛中,德安东尼又拾起了火箭上赛季的8人轮换。 - 除了首发、5股之外,火箭替补席上只有安东尼、格、林侯哥等有稳定的上场时间,其他球员卡特·威廉姆斯、内内、克里斯、周琦等球员均为上场比赛。 - 很多球迷对于德帅的用人方式极为不满,不放球迷甚至在网络媒体上,炮轰德帅的轮换方式固执。 - 另外一点是,作为火箭核心哈登在整个季前赛的表现不佳,过去三场比赛里哈登命中率只有35.9%,接连的在外线打铁,防守上也是力不从心。 - 更可怕的是哈登三场比赛里,场军能送出7个失误,过去三场比赛里哈登一共送出了22个失误。 - 要知道的是哈登上各赛季场军失误只有4.3次,虽然球队的有心人加入,但是真和哈登的表现也的确有些输不过去。 - 至于另外一点则是火箭的首发中锋卡佩拉的受伤,卡佩拉上一场比赛因为脚伤被安排休息,今天算是伤去复出,他在上半场就做伤右手。 - 但下半场依然坚持首发,但是显然他仍然感到有些不太不舒服。 - 火箭决定为了他的安全起见,拒绝了他打第四节的请求,剧主教练迈克德·安东尼特,他对卡佩拉的伤势感到担心。 - 卡佩拉是火箭的那些核心,如果受伤,对于下赛季而言,这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。 - 如果受伤,对于下赛季而言,这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。